大家好,我是佐拉 今天是2022年的9月21日 话说昨天我去地震灾区拍摄地震灾情素材 在东里车站遇到了玉黄米的胡玉金女士 她邀请我去她家的联米厂查看灾情 我一介平民,无关无职 只是纯粹记录灾情画面而已 谈不上看灾 我甚至记录到了她快要哭出来的画面 约960吨稻谷在里面 也被地震咬倒了 她再重新建 把里面的骨子全部要露出来 那拍照镜已经被压到扁扁的 那个伸缸 干动机的那个 现场和立法委员有过来看灾吗 立法委员还没有 就只有农粮鼠 农粮鼠 层几重 还没 还没了 所以苏贞昌也过来看灾吗 还没有 没有 他们都不知道 只有一家客家电台 到目前 这种情况下会有保险覆盖吗 没有 我们都是活险很少买这种鞋 所以跟农粮鼠或者是跟行政院讨论一下看有什么办法让你们帮帮你们 里面有几个骨仓 里面有12颗 12个骨仓 冷仓 冷藏桶 冷藏桶 然后有10台的干燥机 10台干燥机 里面储仓的粮食有多少吨 一仓是80吨 那12仓960吨 浩机它是300吨一天风干 那你没有这些300吨风干那农民怎么办 这两个页就要收割 这样子我现在刚才有全程录了四五分钟 我会把它全部做成字幕放到网上去 现在你有什么想要对社会公众说的吗 那你想要对社会公众怎么样 你想要怎么说 我希望政府伸出援手 我们这一家是百年企业 但是因为这一次的地震 把我们公司的那个工厂重要的部分 冷藏桶跟干燥机全部振垮 这个资金需要非常多 如果以我们目前现有的资源跟能力 可能会造成停业的状况 如果政府能够伸出援手 甚至于能够想办法给我们做低利贷款 赶紧把我们公司的这个伤害复原 我们才有办法继续营运 这个工程队来估计最初估计的时间 至少要一年以上 这个是在资金足够的情况之下 可能要达到一年三个月 如果资金不足可能就直接停业 这个工厂造价要六七千万 然后现在等把这些米挖出来 还要一段时间 那可能也要再六个月 然后这六个月再整修重新再做一套的话 就要一亿两千万以上的费用 然后呢最佳米场是最老的 台湾全城最好的老米场 一百二十九年了 在光系第八九九年这就有这家米场 所以这是精致招牌 不能让它自家流失了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赞助 给我们力气 给我们加油 加油 加油 好 谢谢 签了 好 把它恢复 没有大家来支援救助 我没有力气 真的 你经营这家米场多久了 我个人增加这家米场四十几年了 那现在有多少员工 现在有三十八名员工 那员工都要靠这家米场的吃饭 为什么要大家来支援的话 可能就要歇业了 好 我乱了 要怎么刷 然后 你的手不得 你这么大的 庞大的资金 可能销售不起 希望大家给我们集气 不要我们加油 好 我承诺会做成影片 加上字幕公布在网络上 希望引起公众关注 希望有官员来真的看灾 看看有什么 帮助胡玉京女士的年米场 度过这个难关的方式 我回到家之后 把影片剪辑出来了 加上了字幕 胡玉京女士告诉我 今天21日的下午14点40分 总统蔡英文女士 会到东里车站看灾 她想去东里车站 邀请总统蔡英文 殉道去年米场查看灾情 我认为 总统蔡英文的 为安政仗很庞大 行程基本上也提前安排好 很难临时改动行程去玉皇米 我想到上个月蔡英文说 所以这个曾经在立法院当中 如果立法委员在行政院当过发言人 也对 发言人是出来讲讲话而已 发言人必须把行政院所有 找什么人做什么事 也知道你各部分的政策 他也做过总统署的发言人 所以什么都行不通的时候 还知道 要打电话给总统了吧 发言人必须把行政院的支持 也有专门的支持 至少他打电话是我们接的 于是上午11点半的时候 我用LINE联络林金文 她是跟着古拉斯跑行程的人之一 读文并茂说明了胡玉京女士遇到的情况 也同样在Twitter和Facebook上 很多公众人物是助理在社交媒体上面看消息 我不确定这样子 是否会有效 一个小时后 林金文给我回复了 我们稍晚会陪同农委会主委前往 然后我也驱车33.3公里 从瑞穗开车到了复里乡的玉皇民年米厂 正巧遇到车队进入年米厂 所以我很幸运地遇到了胡玉京女士的先生 宋弘林 正在跟行政院农委会主委 曾经介绍目前的婚境 宋老板的一些协助是什么样的协助 粮食产业 梁建米专区的这一个部分 所以它整个包括它的固存的 这一个冷电的占存储 以及实态的风干期受损 那总委会这边会全力来协助 那依照院长的指示要重述公关 所以只要大型的包包容会 跟像玉皇民这样的粮食业的受损 那我们所有的这一个救助金融 也会用劲快的方式来管理 而且还有相关的地理贷款 所以我要跟所有的花点财同 必须受影响的农民报告 那只要有受到影响 我们会公告所有的天然限定在救助 但是因为它是属于延迟性的 那或许等到要收割之前 那我们会跟地方政府 跟我们所有的改良厂 还有农洋署 再来帮农民确认损失的这样的样态 那之后再请农民到象征公所 来申报受礼 那最后我要特别说明 那只要是像包括花蓮最重要的四个山 跟我们六十淡山的所有休闲旅游 金生花等这一些的产业道路 补食的这一个安全的问题 农委会都会尽快的在这几天把它来完成 好谢谢 那请问一下宋老板 这次主委过来有答应给你们哪一些方面的协助 主委给我最大的协助就是 我面对的两个困难 他当场给我解决 第一个就是资金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跟农民有合约 这个契约如果 如果万一在四十五天以后 没有办法跟农民之间的合约旅行的话 可能会造成台湾农业上一个很大的打击跟冲击 但是主委到了以后 马上给我解决这两个问题 让我觉得说我这个企业本来是在 让人生的苦心可以重新站起来 我要非常谢谢国家 跟谢谢我们的农生单位 给我这么大的协助 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给我这个最大的力量 来使务我继续把这个企业支撑起来 我要特别感谢这个农生单位跟主委给我的鼓励 谢谢 好 感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我等你好了 我会带来看 谢谢 我们要用最快的方式来帮忙 如果收割的时候 去收拾 前级众和他的随心人员 熟悉法规和政策 在现有的法规的支持下 从容果断的提供了救助方案 很高兴胡玉京女士因地震遭遇的困境有了转机 问题能解决 来的是总统蔡依文 还是陈吉仲都不重要了 不过我比较关心陈吉仲如何得知日黄米粘米场灾情 并安排勘灾时间的 在早上11点 胡玉京女士还在想去东里车站邀请总统的做法 一个半小时后 终于被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注意到了 这中间 不知道是我的图文被看到 还是玉黄米粘米厂 作为百年企业拥有极好的人脉 自己联系上了陈吉仲 我就问林金文 是古拉斯看了图文之后 把陈吉仲喊过来的呢 还是古拉斯和陈吉仲早有行程安排去联名场灾灾 可是林金文二十个小时里面都不回答我 也许这个事情对他们不重要 对我是蛮重要的 这关系到我做这些地震看在影片的意义 我想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帮到别人 人们都爱说官员 政客爱做秀 民主国家的官员 情真为民 劳累奔波 愿意上门服务 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在被帮助的人鞠躬 或者是口头致谢的那一刻 看到被帮助的人相互 看到被帮助的人相互拥抱 庆祝 还是觉得生命是灿烂的 是有意义的 我不是官员 我都常常在利人不损起的情况下 觉得帮救别人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他在借我们 我们就可以救护 如果额外没有算到 我们就慢慢来 我是佐拉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